櫻花爆炸盛開 一朵朵嬌艷的粉 趁著藍天白雲更顯絕美 你看櫻花滿開 現在來認識時候 長陽在粉紅櫻花浪中 片片櫻花隨風飄落 彷彿下起櫻花雨 屬於櫻花的粉色浪漫 讓人少女心噴發 經過連日的好雨以後 福壽山農場的櫻花 並沒有經過這個 寒流的洗禮以後 反而更是綻放 粉的櫻花 沒被寒流大陸冷氣團 所帶來的雨水打落 濕冷遠離也揭開了 雪霸聖冷縣的薄沙 雪山的聖冷縣積雪未融 登高遠望壯麗盛結 不讓山頭的白專門於錢 觀物的鷹王也提前盛開 白鷹白雪爭豔 是五年來難得一遇 百年的鷹蛙 其實現在還沒有盛開起 但是現在還是很漂亮 寒流大陸冷氣團過境 連續下了好多天的雨 氣象局說 今年日照時數創下 七十年來最低 這段時間幾乎是同期的 日照量的最少的一年 幸好228連假可以暫時 揮別與生同行的日子 太陽公公接風露臉 連假最高溫上砍28度 是適合出遊賞花的好天氣 借中部綜合報道